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哥林多后书 九章一到九节 那么第八章跟第九章 都是在谈关于捐献的事情 特别是慈慧救助的奉献 这里在谈的不是十一奉献 是十一奉献之外的慈慧救助事工 昨天谈到在财务的管理上面 要谨慎 要透明 要清白 要诚实 要留心行光明的事情 在主前 也在人前 要让人不要有机会挑我们的不是 保罗就继续接下来 关于捐献的教导 一开始他有一些提醒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 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捐献的事情 供给圣徒指的是耶路撒冷教会 供给他们的需要 我不必写信给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信 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保罗面前显然已经表达过 他们对于捐助帮助耶路撒冷教会 是有很大的负担的 所以保罗说我不用特别写信 来提醒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信 我以前在你们当中 我就听你们谈过了 而且我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 指的是马其顿省的这些教会 那说亚盖亚人 亚盖亚省指的就是 更多教会所在的这个省 亚盖亚省 说亚盖亚人预备好了 已经有一年了 保罗的意思是说 更多教会在预备 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心里面有着想法 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他们的表达 他们的热心 保罗把更多教会的热心 告诉了马其顿教会 马其顿教会的人就很受激励 所以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激动他们起来奉献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 预备妥当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 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 现在的情况是 更多教会之前说 他们很有负担 也很有热心 愿意要奉献 但是一直这一年下来都没有动作 所以保罗就说 我打发这三个弟兄去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 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 万一有马其顿员与我同去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在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保罗说 如今我要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保罗有计划再到更多教会 但是他怕说 他去的时候 假使有马其顿人 马其顿的同工 跟保罗一起去拜访 结果发现 更多教会讲半天都没有奉献 所以保罗说 我才先派提多跟另外两个弟兄 先取了 所以他说 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见你们没有预备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 反尘的羞愧 确信的是什么 确信更多教会 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有热心 他们愿意奉献 给耶路撒冷教会 结果我们确信的 变成我们的羞愧 因为你们说半天都没有罪 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 我为你们感到不好意思 那你们自己一定更不好意思了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 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 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 预备妥当 你们从前说了 你们应许的 预备好了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 是出于乐意 领章是说 要显出 你们的捐资 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勉强 意思是说 保罗去到更多教会 假使他是带着 马其顿人去 发现都没有预备 急急忙忙预备奉献 那会让人家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得不 好像是勉强奉献的 不是甘心乐意的 所以保罗说 他先派几个弟兄去 然后大家好好地把这个事办成 提前预备妥当 那等到我再去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你们真是像你们自己所应许 所说的那样热心 那样乐意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勉强 所以保罗在这里 他不是在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 你们可以奉献 可以不奉献 保罗不是在谈这个事 保罗是在说你们要奉献 因为你们曾经这样的应许 你们曾经这样热心 你们说你们有负担 而是说你们的奉献要甘心 所以保罗不是在跟他们说 你们可以奉献 可以不奉献 他不是 而是你们要奉献 而且要甘心 第六节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保罗在这里 他引用当时候 很可能是当时候一个成语 一个谚语 用在农业社会 大家都很熟悉的图像 一个农夫 他少种就少收 多种就多收获 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但从上下文来说 这个种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多多的奉献 你慷慨的奉献 你可以有丰富的收获了 意思是你越多的 在人的困难上来摆上 献上 你就更多得上帝的祝福 后面也会提到 这个祝福不是指 单单指物质上 钱财上的 它也包含属灵上 各样的祝福跟丰富 少种的少收 你慷慨的奉献 你奉献的 少 在爱人 在慈慧捐助上 奉献的少 那么你收的就少 你奉献的多 你慷慨的奉献 你就有更多的收获 就是说你的慷慨的 捐资 慷慨的奉献 好像在跟种一样 之后会结出更多 后面会提到 仁义的果子 结出你生命的果子 你也会得着神 更大的祝福 让你更有能力 去奉献 去行善 更有能力去行善 不一定表示 这个东西是你的 比如说 上帝高举你 让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管理 因为你的诚信 所以主管信任你 让你管理 一笔基金 慈慧基金 可以去帮助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当我们慷慨的奉献 慷慨的捐资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耕种 我们有一天会收获 神丰富的赐福 保罗说 这话是真的 你说好像有点交换 保罗说 这话是真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你奉献 这个一百 然后之后 神就归还你一百或两百 不是这样算的 而是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因着奉献会改变 其实奉献他 其实会是一种舍去 那个舍去表达了一个牺牲 甚至我们有时候奉献会痛 而这个牺牲的背后 就是一个前面讲的 我们对神的敬拜 我们先把自己献给神 上帝我爱你 我要跟随你 我们先把自己献给神 先把自己舍了 所以我们才把钱捐给 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 单位机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一切所得的 都是神所赐的 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 就帮助我们 把眼目又转到神面前 这本身就是一个树林的祝福 而当我们给 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给的时候 神当然很喜悦 我们用钱的方式 因为我们按祂的心意做 所以祂就把更多的 这个资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使用 保禄说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捐得乐意 可以翻译成 欢喜奉献的人 在奉献这件事上 我们一开始是操练 是勉强 是带着一个信心 因为你知道这个钱 是很好用 可以给你很多享乐 跟祝福 可以给你很多丰富富足 给你很多安全感 但是呢 你就是看着他 把他献成 一开始我们是 因为教导 所以我们努力试着给 我们努力试着给 一次两次 慢慢我们就发现 确实 我们帮助人得着喜乐 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们顺服 那个心里面的平安 跟满足 也是钱买不到的 慢慢我们也 从别的地方发现 黑神从别的地方 也帮助我们 可能在物质上 另外一笔的供应 也可能呢 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 我们愈发的成为一个 有爱心的人 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成为一个 有怜悯心的人 我们因为更多 看见人的需要 因为常常帮助人 就使得我们生命 在帮助人的过程 也被塑造 这都是无形有形的 各样的祝福啊 从一开始勉强 到最后我们欢喜乐意 保罗说 这样的人啊 是神所喜爱的 各位弟兄姐妹 这真的是一个 这个很棒的教导 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钱财 我们真的必须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摆对位置 否则 他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主 因为他太有能力了 他太美好了 求神怜悯我们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 常常富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明白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 当我们捐得乐意 我们成为一个欢喜 捐献的人 那么上帝能够将各样的恩典 加给我们 他说 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 我们会感觉上足够 能多行各样善事 上帝的祝福 是为了使我们能够 更多行出祝福 这个善事不是我们在 民间信仰里面 想的那种善事 而是神所喜悦的事 如经上所记 这个是在诗篇112篇第9节 他施舍钱财 周记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当一个人施舍钱财 周记贫穷的时候 他的生命结出人意的果子 而这个人意的果子 是在永恒当中 都要被纪念的 他的人意 他在永恒当中 被看见被纪念的 钱财是会朽坏的 会过去的 我们带不走的 但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 去周记需要的人 这个会朽坏的 有形的钱财 竟然变成在永恒当中的 这个祝福 这是最划算的投资 求神给我们这个眼光 所以保罗这里就提醒 更多教会的人 他说这话是真的 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我们回到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第一个保罗强调 欢喜奉献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我们的神是慷慨的 他看见他的孩子 教会里面有人有缺乏的时候 结果我们看见 而且我们愿意去奉献 我们愿意去默默的帮助他 上帝的心何等的喜悦 何等的喜爱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就说假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从小会教孩子怎么用钱 孩子他收到零用钱 收到压岁钱 就很宝贵 因为他知道这个钱不得了 可以买冰淇淋 可以买玩具 可以买他要的文具用品 所以这个钱对小朋友来讲 他们慢慢长大 他们会觉得这个很宝贵 假使有一天我们有两个孩子 他们都拿到零用钱 拿到压水钱 有一个他就存着 然后就去买他要的玩具 零食 另外一个他好好地存钱 然后记账规划 然后他就想到 教会里面有一个青少年团契的同伴 家里父亲有一些意外 他自己就默默地奉献给这个孩子 奉献给这个家庭 那我作为父亲 我看到了 我会不会很欣慰 会 我都爱这两个孩子 但是另外这个奉献的孩子 他却让我的心里面感到 很引以为荣 很引以为傲 好了 那现在呢 假使我有一个一大笔钱 我有一个企业 我要交给其中一个孩子来管理 我会比较信任 把他交给谁呢 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 而是我知道 如果我交给第一个孩子 他可能会就是自己坐吃山空 因为他把钱拿来 都是在自己享乐 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呢 他已经学起来 要按照父亲的意思管理金钱 并且会善用这个钱 所以我当然愿意就把更多的资源给他 让他去管理 让他去使用 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神所喜爱的人 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 捐得乐意的人 慷慨的 甘心的 欢喜奉献的人 是神所喜悦的 我也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们教会有另外成立一个机构 叫绿光总指教室 我们在陪伴关心 大概六七十位的国小跟国中 弱势家庭的同学 这些家庭 我们每一个都去探访过 确定 真的是 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 我们才免费克服 因为这个一进来 有时候一待就待六年 常常告诉弟兄姐妹 其实服侍陪伴这些孩子 是神厌重我们 器重我们 神给我们一个恩典 好叫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们 好叫我们有机会 显出我们爱心的凭据 操练我们爱心 对不对 也让我们有机会 借着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把我们有限的 地上的这些会朽坏的 会过去的财物 变成在永恒当中的奖赏 永恒当中的祝福 我们乐意的心 会在永恒当中被纪念 祂的仁义 要存到永远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孩子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给我们足够 好叫我们成为能够给的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能够做一个 你所喜爱的人 当我们有的时候 主我们所看的不是怎么样有更多 当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并且我们要留意我们身边缺乏的人 主我们知道缺乏的人太多 需要太大 但是主你感动我们 引导我们 好叫我们捐得乐意 好叫我们 在每一次看见有负担的时候 主啊我们总是有智慧 也能够凭着信心 来显出对弟兄姐妹的爱 主求你教导我们 捐献奉献的功课 谢谢主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仁义 都能够存到永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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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